為了協助小朋友來製作春聯 幼兒園老師會先畫好筆稿 再有小朋友用毛筆塗色後 就是一幅充滿童趣可愛的春聯 有蘋果橘子鳳梨 更有象徵喜氣的字鐵 小朋友說要帶回家過年用 文字去了解他的畫意 例如好運旺旺來的話 我們可以叫他畫一個鳳梨 平平安安的話我們就請他畫一個蘋果 年年有餘的話我們就請他畫條魚 這個是給小孩子最簡單的 用他的意思來寫出春聯 妳畫的是什麼 PPRR 要送給誰 要送給爸爸媽媽 妳寫的是什麼 牛轉乾坤 為什麼要寫牛轉乾坤 牛臉 妳畫的是什麼 牛 為什麼要畫牛 因為今天是牛臉 中文鄉長沈青山除了向大家帶走來 也陪同小朋友一起寫春聯 但是他們瞭解春節 習習的由來 同時來提前營造年節熱鬧的氛圍 先在這裡跟大家拜一個早餐 祝大家新年快樂 明年大家都可以大賺錢 今天鄉立學校園 來教這些孩子來寫春聯 還有給他們證明 過年春節期間 教 prophetic給她 湖上來ました 以香港應該提醒 水果的土壇 蘋果的瓶瓶瓶瓶 衛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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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讓這些孩子 感受過年的氛圍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